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患者本身不只是辛苦 而且对家属而言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行为跟精神上面的转变 对照顾者而言是要经历一段非常漫长又艰辛的路程 那到底有什么资源可以陪伴我们走过这么辛苦的难关呢 今天我们要来持续关怀私自症的故事 我们先来看一段家属心中的痛 我们来看一段这段影片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下我们的会议 让我们去看 这我们都是最近的抱 不好意思 来 这边有个聚会 我们会这样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去 先这样 拜拜 金丽 不好意思 我们要出状况了 我得马上可能回去处理 怎么会是这样呢 你不能下班以后再回去吗 没办法 因为人家已经告到警察去去了 谢谢金丽 没什么喝 请凩会击 为何说没 sa班 你还不给我钱啊 那我给他打消息了 我不能说了 我说我会打消息了 我有个気 her 我说如果他打消息了 你会打消息了 我还打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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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打消息了 我打消息了 听到客战 我和你妈在家里拍歌聊天 开心得很 妈 我去试试哦 好 要考试 不过来得试快 好 要考试 那你就快去好了 再试试啊 对 妈 那我就上学了 好 妈 我上学了 好 其实 试试证的家属最辛苦的 也是最怕的 就是在上班的时候接到电话 那很多试试证的一些种种的问题 我们都很想要知道 也想要知道说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中华民国市市政总会的这个唐丽玉秘书长来节目中我们来聊聊我们该怎么办 唐姐好 我今天好 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唐姐其实在很多试试证家属最怕的就是在上班的时候接到电话 又出状况了 可能不小心意外发生了走丢了对不对 没错 其实我们好多家属都还在上班 那家里头呢有一个长辈是失智 刚开始进度的时候就还好 可是慢慢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了 最常见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走丢了一个问题 所以就可能好一点是派出所打电话来 那你知道去把他带回来 可是比较让家属很紧张的就是说其实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可能家里头本来是有一个贪户在的或者是有一个外用在的 可是外用看着又可能会走丢 那电话一来就知道是有状况 就得马上把工作给放下来 我难道不能就请别人干嘛 对 贪户去找或者派出所去找吧 所有的家属在那种时候都会想说我就是要去了 那再过来他就要赶快打电话找很多的资源 我觉得他会走太远会找到 越走越远你就找不到 你知道我们的长辈走丢的时候 他可以从台北走 从内湖走到山峡去 可以从台北自己搭一个车就到家里去 我阿嬷也是 我阿嬷也是 那时候我们出动一整天 那些所有的亲朋好友 同弟姐妹上找一整天 那你就在路上就看啊看啊 这样啊这样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阿嬷她是坐计程车 她就上了计程车 她也不知道要去找 就电车载啊载着 发现 好像怪怪的 那时候是比较好的 是她以为上了计程车 觉得怪怪 她把她送到派出所前面 我们才找到 可是也有时候就完全找不到 真的 其实我们真的有家属 大概是在美国九十一年那个时候 就后来完全没信息 完全没有找到 你看这个家属心里头会多难过 其实半夜做梦都会想到 那其实对上班的家属来讲 长辈在家里头 一个可能走丢 一个可能吃到一些 不该吃的一些东西 就是意外事件很多 他也知道不该吃的东西是什么 比如说吃到老鼠药 我们有个长辈就是吃到老鼠药 因为她看起来好像可以吃的东西的样子 就吃下去了 就是送一 你就得马上去求领的 那比如说长辈那个药 那个药不知道哪一些药 是什么时候该吃 吃过她也忘记了 结果可能把一个月的药 通过给吃下去了 一天吃了只要吃一个 那种事情 你就非得要马上回去处理 妈妈可能就昏倒了 每一个看护也是 她也都没有 都有机会 其实甚至长辈辛苦的地方是说 你就是24小时必须要看着她 因为当你没有看着她的时候 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 很多长辈是在家属睡午觉的时候 她以为长辈也在睡午觉 就很放心了 所以一醒来 不见了 那其实这种机会都有 有 我阿嬷有过经验 就是她在爬楼梯 就是要出去 对不对 我把那个门都锁起来了 她终于把它敲开 可是她爬楼梯的时候跌倒 敲开 我还碰过 有阿嬷她会爬窗户 然后你把门关起来 她还是有办法 而且我就很危险 就跌出去了 我更想知道 就是说 在真的这个年轻以后 有没有多想见一下 我知道长辈我们比较能够理解 可是现在有很多年纪都蛮轻的 有 我们其实现在50出头的还是少 那50出头呢 其实配偶都还是大概四十几 或者五十几这样的状况 非常年轻的 很多都是还在职场上的 那可是慢慢没有办法是用职场 就得要退下来 我认识一个她是这样子 她其实就卖东西 她每次都用POPPON去接招东西的 结果她后来吃吃了之后 她没有办法用POPPON去接招她的餐厅 当然就被吃掉了 可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什么诱发的状况 让你这么早就 其实目前还没有办法 但是压力太大吗 压力太大有没有可能 会定 其实目前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 并不是太清楚 像阿斯海默证 其实不是太了解 食物呢 食物有多少少有没有关系 有 其实就是说 食物的部分 或者是你有没有做运动 你有没有在动脑筋 那你有没有多一些社交互动 可是他们是 他很多社交活动啊 是啊 所以我说你有没有百分之百严实 到目前为止 真的是还不是太清楚 那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内防自己吗 能够做 就是从运动动脑饮食 然后社交互动去想办法 是可以的 对 其实很多的身份证的家属里面 最担心就是 如果我是单身 我要照顾一个妈妈 很多人啊 而且通常都是女儿 对 单身的女儿照顾妈妈 一个人 通常是 就因为照顾妈妈 所以就不能结婚了 就绑在一起了 真的就绑在一起 我看过有照顾十几年 一直到妈妈往生的 好几个例子 如果说 一个人要照顾妈妈 你要上班 你怎么不可能 因为这样被辞掉 然后找工作 没错 那很多女儿都还是 子女也会想办法 我就两边都见过 都这么多了 我保护了 我等你 这么多了